我们还有一个参数 我们教了 那就是说 这时候我就至少要看一看 乙方的残存率 就乙方认为 甲方如果对我发动攻击的时候 他每一枚导弹打我基地一次 我这个基地能幸存下来的可能性有多大 这个我们叫做残存率 也就是基地未被摧毁的概率 对敌人来讲 就是他们的导弹的失效率 相当于没打到 没打到 我们把它计成S 这时候你要看 说打完了以后 我还剩下多少呢 实际上我就是要 我剩下的那些 应该要等于Y0就行了 我现在有Y 然后你现在有X枚导弹来打我 打完以后 我剩下的应该等于 能够残留下来的应该等于Y0 对吧 但是呢 他说你能打我几次 你比我导弹 如果X比我Y要小的话 你最多打我一个基地 是吧 一枚导弹是吧 你可能 你还有我的有些基地 可能还秋毫无范 是不是 这时候你要还 一般来讲 这个残存率S应该是比较小的 是吧 所以从进攻的那一方来讲 应该是没有必要把两枚导弹 拿去打一个基地 对不对 我每个基地打一个 应该是成功率 总成功率应该是最高的 对吧 是不是 因为S应该是非常非常 精度非常高的是吧 非常非常高的 我这个 所以这样的话 如果X小于Y的话 首先我有外减X个基地 根本就没受攻击 对不对 你X没导弹 攻击它X个 你外减X个基地 根本就没受攻击 其他的我们是假定 你一个导弹打我一个基地 是吧 有X没基地受到了攻击 但是我的这个残存率是 S 也就是说 你的这个实际的成功率 只有一减X 所以我有SX个基地 根本就没有被你打造 是不是 就没被你摧毁 至少是没被你破坏 我还是有反击力 因此我剩下来的是多少 SX加Y减X 对不对 这个动型 令它等于什么 等于Y0就行了 是不是 这就是我的这条曲线的形式 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定义这个曲线 Y就应该是这个 跟X满在这个关系 对吧 因此他说 哎 马上就求出来了 但是呢 这是个分担函数 这只能在Y大于 X的情况下成立 是吧 如果对方的武器 跟我一样多呢 应该直接就是Y0等于SY 是吧 当然是上面 其实是上面的一个特例 对吧 是上面的一个特例 对没问题 但是这个特例 虽然它这两个 你要去把这个等号取直的时候 上的直一样 但它形式 哎 有点不一样 是吧 这看起来 这个 跟X都没关系 是个常数 是吧 当然肯定是个常数 在一点上嘛 对吧 对吧 好了 那进一步的 假设对方的核武器 比我的多 但是呢 比我的两倍少 那么也就是说 我一个基地最多 被进攻两次 然后有些基地只进攻了一次 被遭受了进攻一次 对不对 这样的话 他说 我有XY个基地 会被攻击两次 X这个减Y个基地 会被攻击两次 会被攻击两次 那里就是 有S的平方 X减Y个 未被摧毁 相当于说 对方能够知道哪个基地 这之前又做了一条假设 对方攻击一次以后 知道哪些基地 还没被摧毁 是吧 然后再向那些 没被摧毁的基地去攻击 是吧 对吧 是这样一个假设 你说假设 那不一定是这样 你根本就不知道 哪个能不能被摧毁 你可能是盲目的 随意的被攻击了两次 那这个结果还不一样 对不对 然后他说 有RY减X个 你本身只被攻击一次 所以 你有RY减X个 吹上S 这么多个未被摧毁 这个好像我们刚才说的不对 这实际上是 确确实是 你是同时两枚导弹 打过去的后果 是吧 对吧 应该这样的 不是我们刚才说的说 你知道打完了以后 对方哪个基地没被打中 因为这时候可能没有反击的时间 如果人家没被打中 人家开始反击了 所以你只能在对方反击之前 你就全部打出去 对吧 所以才是这样的结果 对吧 是这样的假设下做的模型 应该是 对吧 刚才前面说的好像是不对 应该是这样的 才是这样一个结果 这个也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因为你根本上 你既然先发智能 你就赶紧打出去了 你等不及你还来判断 人家被摧毁没有 估计可能还不一定有这个能力 能判断对方的基地被摧毁没有 是吧 好 这样的话 他说这个Y 这是你剩下来的总数 两者一加 应该等于Y 应该等于Y 这样我们一一向 然后再把Y等于什么东西呢 就把它再写出来 好了 Y X如果等于2Y呢 每一个都被集中两次 所以这个呢 Y等于Y0出上S的平方 那你说这麻烦死了 我还得再讨论 X大于这个2Y 小于3Y 大于3Y 小于4Y 4Y5Y 这条线讨论下去 挺复杂的 挺复杂的 对吧 但是你看看 这几条线 其实是什么线 Y和X 直线 对不对 说明在这个 X等于Y X这个 等于这个2Y X等于3Y 等等这些点上 它是一个这个具体的直 然后其他的呢 是把这些点给连起来 是不是 直线就是把这两点连起来 是吧 因为这个 这个 这个 X等于2Y的直 肯定在上面的 这个X等于2Y的时候 这个模型也是对的 你觉得这个直 跟这个直 在单点上是一样的直 是不是 对吧 所以你现在可以想象 这个线应该是个什么线 是一些 分担线性的 连接起来的 对吧 是一个 分担线性的曲线 对不对 那你说你刚才画的不对 你刚才画的一个 这个 像上凹的 这个 这明明是个分担线性的 是吧 但是呢 你至少现在可以看看 前面的跟后面的 这两个分担线性的线 他们的这个邪率 是越来越大了 还是越来越小了 对不对 对吧 分担线性的 我可以这么 分担线性的 这么这样来的 是吧 也可以那样的 这个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个邪率 实际上是 越来越小 越来越平的 因此它应该只能是 开始比较 抖 然后越来越平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 它确实是一个什么呀 上凸的 或者是一个凹线 凹曲线 但是呢 你说那也不是一个直线啊 不是一条 也不是一个连续 也不是一个这个 可导的曲线啊 都是分担线性的 因为这个 这个不同的点连起来的 但是你看看 在单点有什么特点 Y0除S Y0除S平方 你可以想象一下 在X等于3Y 应该是Y0除S的三次方 对不对 所以这些单点 都居然非常有特点 然后呢 现在一连接起来了 这画起来还挺容易 是吧 是不是 画起来还挺容易 好 这是我们刚才这个结果 给这个 总结在这 总结在这 他说啊 干脆你后面对下去 还有玩意儿 他说干脆 我念X如果等于AY的话 如果这个A是个整数的话 按刚才的写法 就应该是Y等于Y0除S的A次方 对不对 是吧 A如果等于1的话 这不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Y0除S吗 或者是Y0除S的平方 对吧 然后他说 你相当于这是说什么呀 说如果如果X除Y等于A 那么呢 Y就等于Y0除S的A次方 他说那我就把它推广一下 假设这个A要不是等数 我假定这个关系也成立的话 不就变成这个 S的A次方 这A不就是等于X除Y吗 就变成这样 我就把A消掉了 这样的话 他说这不是很明显的 这是个连续的曲线 肯定对吧 对不对 这连续的曲线 研究起来不就好 好研究一点吗 是吧 对吧 好了 这是我们现在画的这个图形 你可以看看 这个 从这个Y0到这 这相当于是一段线性 到Y等于X 然后另外一个呢 我们刚才说 它会变得平易一点 第二段 然后再来一段呢 再平易一点 这个分担线性的曲线不好 那么我现在的Y等于Y0 除上S的X除Y 我虽然跟这个线不完全一样 但是我知道在这些点上 肯定是一样的 对吧 单点上 对吧 因此它是把这个单点上 连接起来的一条光滑的曲线 对不对 因为这肯定是个光滑的曲线 对不对 是吧 所以是个光滑的曲线 这个光滑的曲线 实际上相当于从上面这个 这个上托的曲线把它连起来的 你用你的微积分的知识 你可以去证明一下 这条曲线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表示还有点麻烦 这是个隐含数表示出来的 对吧 两边都有Y 这是Y的一个隐含数 而且还不太容易的 把它解出一个X的显示的表达出来 但不管怎么样 隐含数表示的这个也是曲线 对吧 也是曲线 这条曲线你可以证明它就是这个上托的 实际上或者是concave的 一条这个曲线 一条这个曲线 Y是微色值 S是残存率 所以我们现在就用这个微色值和残存率 就把它描述起来 领微积分的知识 可以证明它是要上托的曲线的 并且我们说你还想研究一下 将来你还想研究一下 其他因素引起它参数变化的时候 它的结果会如何变化 那你进一步的你可以证明 比如说 乙方的微色值外林变大了 比如说对方现在的这个工业中心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发达了 所以我要打击的目标就越来越多了 那么这时候外林变大了 其他都没变的话 外林变大的时候 这条曲线怎么变呢 外林变大了 我们肯定往上走了 这条曲线 这是没问题的 曲线肯定要上移 而且这条曲线不仅仅是上移 还会变得这个更陡峭 也就是相对于原来的 任何某一点X的点 它的这个斜率都变大了 对不对 斜率的这个都变大了 这个是可以证明的 只用微积分的知识 你就证 我们实际上是列成一个锡题的 反正不二号就用导数 要用导数 那如果是S变大了 S变大了 说明对方的这个残存率变大了 比如说找到拦截技术 拦截技术就是 我既然能拦截别人 所以我都 你来打我的时候 我可以拦截 所以我的这个残存率就变大了 这时候呢 Y灵当然还是不变 整体的Y但是还是会减小的 Y肯定要减小的 这个曲线而且会变得更平 曲线会变得更平 也就是它的斜率会变得更小 这你都可以证明的 好了 下面我们用这个模型来具体的解释 一些这个可能的行动 导致的这个核军被竞赛的结果 比如说甲方 这个通常叫民房 就是说甲方会呢 保护自己的这个工业交通中心 政治中心 经济中心 反正一些重要的设施 包括核武器的存放 然后他说我把它疏散掉 增加经费疏散 中国我们早年的时候 我们叫做三散洞 我们的这个军事设施 都在建在四阿山里头 然后要足够的分散 然后要建在这个防空洞里头 这就是为了保护你的这个设施 就是被动防御 就是我不是为了打别人 我只是为了防御 那这个措施会怎么样 导致的后果 假定这是原来的状况 原来的平衡 假定在这 所以正处于平衡了 结果现在有一方 他说他把工业中心给分散了 会有什么后果 对方就会觉得不安全了 是吧 因为他会觉得我要毁灭你的时候 我就得花更多的核武器了 相当于什么东西 其实就是万灵变大了 对吧 其他因素都不变 万灵变大了 那我们刚才说的是什么 许先上移 对吧 而且还会变斗 当然变斗现在都变不变斗 无关了 只要你上移 就说明这个新的平衡点在这 那就意味着一定会比原来的那个平衡点 双方拥有的核武器数量都会更大 对不对 对不对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任何一方你被动防御 会使军备竞赛升级 就这个模型生安简单 但它可以解释这样的现象 对吧 就是我是为了保护自己 我也不是为了打别人 你不是为了打别人 一样的 双方的军备竞赛都会要更多的核武器 你防御了 对方觉得不安全 他就会增加核武器 他一增加 你又觉得不安全 你也会增加 某种意义上你要想更安 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要想核武器少一点 最好把你的目标都暴露在人家的眼前 这叫透明度 增加透明度 对吧 我的武器都放在哪里 还告诉你 你可以随时打我 但是前一条线你也得告诉我 对吧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都是安全的 同样是谁都不敢打谁 但是如果是对方骗你 你肯定不信 你不会干 对吧 他说还有一个 他说甲方把这个固定的核导栏基地 现在改成可移动的发射架 这会有什么后果 改进可移动发射架 对你攻击别人没什么用处 对吧 唯一的好处呢 就是说我这个可移动发射架就是 就是蒙别人的 就你不知道我东西该到哪 是不是 可移动的发射架 就是对方弄不清楚你这个准确位置 弄不清楚你存放的准确位置 就这么点 实际上跟刚才的那一位 很差不多 差不多 弄不清楚你的准确的位置 但是呢 我并没有说我我你把核武器打完了以后 我是要毁灭你的民用目标 所以这个外灵对他没变化 但是你由于你 你把你的核武器相当于透明度没有那么高了 移动发射架了 我找不着了 所以意味着 这个我要是打你的时候的这个 我要是打你的时候 你这个流程下来的机会就比较大了 是不是 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它是移动发射架 是为了保存自己的核武器 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这个核武器的这个存活率 某种意义上 存活率 它的这个残存率 所以残存率会变大 残存率会变大 我们的我们刚才的这个说法 残存率变大的话 甲方的这个残存率变大 会使这条线往哪里走呢 甲方的这条线 当然还是从X0出发 但是它变大以后 按照我们刚才说是变平 我们说这条曲线是这么变平 这么叫变平 那这条曲线当然是往里头走叫变平了 对吧 是不是这样 这样的话 你看看心的平衡就变少了 这时候可以谈谈判 是不是 可以谈谈判 说这时候 可以使这个核导弹的数量可以减少的 可以使人少的 所以你把你的核武器变得让对方找不着 可移动的发射下 这时候你可以谈判谈判说 我们现在可以把核武器减少一点 这是可以的 是吧 这是可以的 这是一个情况 双方发展多弹头导弹 每个弹头都可以独立的摧毁目标 都可以摧毁目标 但是你只是一个 导弹的数量还是一个 但是你打出去以后相当于说 我可以当多个用 是不是这意思 对吧 但是呢 由于你是一个导弹 所以别人的一个导弹就可以把你给打了是吧 但是你打出去的时候可以当多个用 这时候你说是什么东西变了 有哪些变化呢 微色值 残存率 微色值应该变小了 因为我一个导弹可以打多个电了是吧 这道理如果我能打一个电 我就只要原来人分之一就够了 对吧 所以都变小了 残存率 为什么也变小了 因为别人让他一枚打过来相当于是多枚 是不是 所以原来的残存率是S 现在肯定比原来小多了 是吧 所以都变小了 在这种情况下 按我们的刚才的说法 微色值和残存率都变小的时候 微色值都变小 这条线肯定都得往里走 这个起点是吧 起点都得到里头来 但是残存率我们说变大的时候 这个东西才是越变越平 残存率变小 它就会越来越陡 是不是 所以虽然是这个 你看看怎么着 虽然你都起点跑到里头来了 但是你这个线变得更陡了 陡了吗 这个你也可能还交在里头 这时候是 但是你也可能变陡 抖得很厉害 对不对 抖得很厉害 就会交到外头去 所以这时候 导致的后果 究竟核专门精算是加剧了 还是减少了 是不清楚的 需要具体的数据来分析 所以我们大概简单的评述一下 这样一种战略 我们用非常简单的图形模型 和简单的函数图形 描述了这样一种战略的 基本的机制 以及双方达到平衡的 这样一种条件 提出安全性的概念 给出了它大致的形式 然后分析了一些 若干的因素 会导致的核军杯竞赛 究竟会加剧 还是会减弱 进行了一些合理的解释 这是大概我们这样一个模型的 一个简单的评述 虽然是非常简单 但是我们说 还是可以分析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 核军杯竞赛 略微了解的 稍微深入一点 好 这个模型就介绍到这 第三个模型 其实这第三个模型 不是一个模型 是有一系列的模型 主要是考察这么一个问题 对于天气预报进行评价 这个问题大概是这样的 其实不知道是从事 怎么开始的 反正最早的时候 是不这么天气预报的 早先的时候天气预报 我们一般都是有语还是没语 都是说的很清楚的 但是好像从这个 大概某一年开始 咱们国内的天气预报 也都是用有语概率的形式 给出来了 当然这个实际上 在国外是很早 更早的时候 应该就用有语概率的形式 给出来了 当然这个 有人说这个方法好 有人是也说不好 你说30%概率有语 究竟我带不带伞 但是 总比某种情况更好 因为有人跟我讲过一个故事 说有一天天气预报说 今天是大晴天 老台车说今天大晴天 好了 我今天把粮食 好像都快发霉了 拿出去晒一晒 结果不仅没晒 咱们那天下一场大雨 把他粮食全给冤了 然后他把天气预报给破骂一顿 至少你报一个30%的概率 有语 他至少不敢拿出来晒了 对吧 所以天气预报是非常有用的东西 是吧 然后这个 尤其是对我们普通老百姓 其实你最多只是带不带伞 能不能领雨的情况 对于很多情况下 比如飞机的起降 这个有雨还是没雨 有小雨还是大雨 有雾还是没雾 小雾还是大雾 这都是非常关键的 关系到飞机起降的安全 包括高速公路上 现在这个雾明天要很大 我们可能要关闭 气温要很低 然后有冰冻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灾害是经常随时可能发生的 所以你准确的预报是非常重要的 而如果你不能准确的预报 或者你没有把握 你用有雨概率的形式给出来 我想这个应该某种意义上可以为是一种更科学一点的方式 否则的话你也拿不准 你说你报有雨还是没雨 是吧